我們就先歡迎一下開始 好不好 所以我們來舉這個案案 在這裡 我們就歡迎開始 花園新政府 我們農業處 將來是將市處長 還有學不好客的任何長 大家好 讓你幸運 是很親自也很關心 在農業這個議題上 原來他 也是通貨團隊 今天也來了這麼多位 屏東科技大學的談心 黃教授 鐵寶姑 新北市 所以由張露書來出席這個會議 謝謝 請問農業課長 一致將公所邱科長 我們瑞瑞 代表女士先生 顧底江的代表 還有村部長 都 原來就跟自己本身的 切身關係的 我們的農民 你們也都來到現場 停水港的時候 遇到了 讓農民覺得 他們有受精的委期 有 譬如說 我們申請就是在範圍以內 因為農民 他也是可以申請的 他媽的內用 因為農民 就是已經很辛苦了 他一次可以完成的東西 你們讓他分成三次四次 然後 你會覺得 你讓我 就是 房門上場 我一次可以完成 你要讓我 等到 你面積過 多少之後 再來後續 所以我也聽到很多很多 中南區 沒有這樣的一個聲音 那麼我覺得 我今天 煮這個專案 您來煮這個專案 我們 我也請 大一火大 各位好今天 餐廳這個專案的 各位好朋友 請你們幫個忙 我們等一下 我們一定不做人吃這個東西 還有延遲 被勾請到現場 我是第一次看到的 那我相信 也把南區來點專案 這個應該是第一次 那麼 討論或者出什麼 要對他們做事 你要目的就是 簡易水保 憲果有待改善的方向方式 依據法令 我們要如何做 我覺得 這個是 今天新政府 讓我們看大 既然 進到這個 匯匯的現場 我們就是 在這裡 嗯 您來就 針對這一次 請這個專案的 對足 要重視 我們不要讓附會 越來越深 有什麼一個問題 我們大面 來面對你們的動作 謝謝大家 那全線的這個 對手保持 正確的申請案件 好 那也是過去 對手保持 申請案的一些意義 我們特地就是 有邀請到我們 專家和學者 來這邊 跟我們民眾 做上下的溝通 好 那我也不做事了 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就做良善的一個溝通 那最後 祝大家 申請 好 萬事主席 謝謝 所以相信大家好 那 副議員 希望今天這個專案 大家能夠有良 良性的溝通 所以民眾不知法 可能不知法犯人 那可能 所以政府這邊 應該用 補導 補導 這個 角度 來 裁信 如何做 那 畢竟 這個學生保持 民眾不懂 那很專業 我們補導農民 這才是重要的 這是溝通上 不管是態度 以上 大家都互相 這個要注意 那也希望今天有一個 達成這樣 共識 謝謝 明年的一月份開始 每個星期三 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三 我們在南區 中區 跟北區的服務處 我們都會 進駐我們水土保持的專家 跟學者 來提供民眾 針對水土保持的技術 跟法規的一個資訊的服務 那內容的話 我就邀請我們團長 來跟大家做一個 稍微 一點時間的一個訓導 來 我們要 水保服務團 跟大家來做一個 良善的溝通 今年開始 每個月的 第三個禮拜的 禮拜三 在北 中 南 北的話是水保科 幸福水保科 中的話是中區服務處 南的話是南區服務處 會有提供 會有水保技師 以及 相關老師 等這些進駐 如果民眾有問題 可以就近 在這三個地方 選一個地方 去做 去做諮詢的一個動作 諮詢的一個 可以讓大家更了解水保 或者你要送水保申請 遇到一些問題 可以諮詢這些專家學者 那接下來我想說 我請我們 新北市工會理事長 來跟大家來做一個初步的檢驗 好 我們接下來 理事長已經在準備 我是新北市水保技師工會 理事長 梁宥松 不好意思議員 那可能要向後轉 我今天 受邀來啦 那當然 副處長這邊邀我來的時候 先跟我講說 希望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報 讓大家知道 什麼是檢驗聲報出來 他也跟我講說 因為年底的沒有經費 所以我們來這邊是醫務性的 我們沒有經費可以付給我們相關的服務費用 沒有 好 那我今天大家申請 有分為四種 第一種叫做水土保持規劃書 這個 一般我們碰不到水保計劃 面積比較大一點點 那我們比較常碰到的是 比這個水保計劃更小 不用申請 有一種計劃是不用申請的 有些是你來做農業使用 是可以不用申請的 這個有分為這四種 那我們今天 他田方不能夠超過2000立方公尺 你的挖方加田方 挖方1000 田方1000 這樣叫做2000 挖一天田一天叫2000 這樣子以下 以下可以用檢驗聲報說 這是先決條件 挖加田的體積多少 2000嘛 如果說你2000的話 你可能只能挖5公分 5公分 這樣合理嗎 不合理 對不對 哪有可能我開怪手進來整地 只挖5公分 好 我們法規規定的先決條件 當你挖加田喔 加起來喔 像這個案例就是這樣子 梯田 在北部很多梯田 這邊可能也有一些 本來很多街 所以他希望把很多街變成每一街大一點 他要種角白損 他來申請 來 就像這樣子 挖方加田方喔 兩個要一起加 要小於2000立方才行喔 挖加田一起加啦 所以他來申請就變成這樣子 本來是這樣子嘛 把兩街變一街 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把後面的挖來前面田 後來他真的去做了腳白損 我們要去追蹤 我們不是說 把你這個案子 核准你以後 就沒事了 不是這樣子的 是先政府還要做最終 後續的管理動作 他真的有做的 那這樣OK 沒問題 這叫做挖田方 我們也在其他縣市碰到很多 像這種 種 漿 或是你要去 那一塊一塊 我們都故意怎麼講 就是挖方加田方喔 就是這邊挖 田到上面來 也是挖加田耶 挖加才行 不是只有說 面積兩公頃 不是這樣子 挖手 檢疫申報書 不難 今年開始 每個月的第一 三個禮拜的禮拜三 會有服務團 第一個 位置 你這塊地在哪邊整 有位置 你就裸露 土壤就會流失 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些簡單的 像土袋 或石頭疊一疊 把我們這個水先攔住 做沉沙設施 這叫做做 飲食防災設施 前面這條有虛線的是水溝 水溝我要做20公尺 這個 用手畫就可以耶 你知道嗎 我剛才講的 謝謝今天的著急的 非常重要的 剛剛也聽了我們梁濟師 水溝濟師的一個專業 真的是非常精湛 那 現場我們所有的鄉親好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重點我們的水土保值 因為山上有很多的地方 要開墾也好 要建房子也好 要做任何的水保設施也好 那我們南區的民眾 前陣子 因為要申請水保 遇到很多很多的瓶頸 那今天由梁濟師這樣的解釋 我相信在場所有的民眾 都能夠理解 會再一次一次碰到問題 我們就解決問題 碰到瓶頸 我們就一件一件去克服 那前陣子的真的是 這樣子刁難民眾 真的很不應該 農業處這邊 要好好的 真的要好好的檢討一下 陳辦人也是 那我不希望我們的鄉親 受到他的土地的這樣的一個 未來的規劃 受到這樣嚴重的一個阻擋 然後沒辦法做他們理想中的一個 種農作物也好 要蓋農社也好 我希望大家真的要 要有同理心 要將金比心 因為農民 不過我知道 現在最近科技進步很多 然後不管那個水保祭司在畫圖 或者是做坡度的檢測 或者是相關的大環境的一個 農路要怎麼樣跟農地要做連結改善 我相信在專業的祭司領導之下 一定會一一去克服 那我在這裡也要說個重話一下 我們農業處真的要好好檢討 好不好 不要再給我們民眾這樣子這麼困擾 我希望案子碰到瓶頸沒有關係 我們想辦法如何解套 看要如何要把那個符合規定符合法令 不要不小心我們民眾就處罰了 這個太危險了 我們其實我們在地的農民都很善良 只是現在的法規法令有些改變了 可能有些人不清楚 那很多民意代表也好 村里長也好 大家也是很苦惱 那在這裡你們的專業團體來了 我希望未來我們的現場清明時間 每一個月在玉里 也是在這個地方開清明時間 我希望我們公所團隊也好 張秘書委跟政黨說一下 還有我們富里鄉也是 尤其富里鄉跟玉里正很多山坡地 但是我們要善用山坡地 是要保護它 保護那個土地也是保護我們自己 這樣對吧 梁經事 那要如何把它做到盡善盡美 這個真的要靠你們的功力 你們的團隊的功力了 我希望我們的農民朋友 他們的土地就是以前祖先留下來到現在 是想要好好的 沒有人喜歡去破壞土地的 但是就是阿姨在經辦的過程裡面 受到很多的刁難 跟讓人家沒有辦法再去執行後面的事情 所以我們的農民朋友會很苦惱 會很擔憂 我要種做 我的土地為什麼不能種做 這個要解釋 讓我們的農民朋友了解 這樣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一起合作 營造我們更好的幸福花蓮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我們應該來服務大家 讓大家可以知道 怎麼樣來申請水毒保持 而且它沒有那麼的難 我們希望是每個人都可以合法來申請 不要違規啦 違規繳六萬塊給政府 也是不見了 我們是希望大家土地能夠合理利用 因為剛才會長講得非常好 我們要服務大家 是我們的責任 那我知道 容易出這邊人手不夠 所以才有我們服務團 願意來幫助大家 所以是不是有沒有問題 或是如果大家今天不方便 我下次會來這邊來服務大家 再跟我講也可以 很多事情個案個案的情況可能不太一樣 那如果你想知道 我可能也可以留下我的聯絡方式 你可以來問我 都沒有問題啦 那如果有問題現在也可以提出來 我可以當然來跟大家做一些回覆 或是讓大家可以了解的 有嗎 有一個問題 申請1.8公頃 然後我們到了縣政府那邊 他先准了三分地 那之後的1.5公頃 你再分次來申請 我覺得這個似乎 因為農民他已經按照規定 申請2公頃以內 但是剛理事長您說了嘛 就是你就按照合法的程序來嘛 按規定來 我已經是申請簡易水保1.8公頃 您為什麼 您為什麼會准我只有三分地 這個是不是 我先先針對這個 這個就是農民的問題 謝謝 非常感人 非常好 來我剛才提到 省監法第三條 你第一先決條件是 挖田方 挖方加田方 要小於兩千 兩公頃是兩萬的意思 要小於兩千立方 所以剛剛講那個案例 挖方加田方 有超過兩千嗎 就是說我們農業就准你 可能只有三分地 或五分地 是不是因為你的挖田方超過兩千 如果說你挖田方 如果你都不整地 沒有挖田方的話 我想這樣是我們的不對 可是如果你今天有整地 因為還有一個先決條件 是不能超過兩千 未滿兩千立方 這是先決條件 可能是被這個條件卡住 我猜是這樣子 那沒有關係 如果大家有疑問的話 如果真的有 大家對這個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把案例直接來找我 我會來服務大家 等於是幫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議員這樣 請說 對 對 體積 好 我跟大家提示 好 我是陸米鄉 他在五六公司裡 停掌 對 他講給我七百塊的 這個我本來也不 不用 講話不大聲 就老公 很大聲 對不對 兩千立萬公尺 自從一量 開城平面 平方公尺 剛好是 兩萬公尺 在五七八 των五 hydrogen shame 都是四分地 因為黄ва 如果四分地 我馬上一會出是 某種農作物 是生薑 анич樹 30公分 剛好四分地 是兩萬 一萬公尺 財 256 15平面 2萬균 平方公尺 就這樣 謝西range 沒有這 plans 我很 natomiast 比 examined 那你要填對不對 挖起來要填嗎 挖起來要填嗎 不填啊 你拿去哪裡 這樣就算整地 那我 很多東西 我跟你講 我這次申請了六個人的名字 有副里香 別西段 三個地主 行為人是我 那是梅子 行為人是你 你是義務人 我是行為人 是梅子 種梅子整理果園 對不對 但是汪機師百般刁難 他說我的在兩千立方公尺 法律規定的 但是我是整理梅子 那個乳尾很高 我的外手是從土上面三十公分 插進去轉下 拉出來 我的也不停 我就直接放了 但是汪機師一竅不通 我說那兩千立方公尺 拆成平面土是多少 他說問過水保機師 他說四分地 我馬上議會是種生薑 某種濃縮 但是你剛才說 中根機那個是種菜 種菜只有三十公分 然後整理果園 只是全部除 他連蘆葦兩顆中間的蘆葦也不 我說我也不挖 我只是手針刺氣 因為梅子 梨子 桃子 是錢跟性 外手的牙齒一下去 稍微鬆動 梅子的主根 還有梨子 桃子的主根 就破掉了 就離掉了 因為我們山坡地 花工地清 而且我跟你講 那個土石 我的土地上沒有石頭 石頭在國有財產擠的 我能挖嗎 早上開搬運車來 左西鄉長良有一塊土地 坐西南朝東北 應該是兩面排水 種生薑第一年 絕對不會發生土石流 第二年 等生薑一挖掉 水溝全部是平的 第二年第三年才會發生土石流 因為這整塊的生薑在急降雨的時候 生薑挖掉沒有水溝啦 全部是平啦 種生薑的 大家早安齁 比如說我山甲地呢 我申請呢 都是準我三分地四分地 你公部門你不知道我們農民的苦嗎 我上去一趟我的怪手 我的怪我是農墨用地 我上去一趟怪手 就要好幾萬塊 我一個土地三甲多 四甲多 我到底要申請幾次才能夠做得完 有沒有考慮到我們苦民之苦 對不對 我申請上去的話 比如說我 我水土保做好 水保設施做好就好了 那現在不是 現在只要我申請上去 就是準你四分三分 這樣的話我們成本率都變高了 是不是 那至於農木用地 我可以農木農幼嘛 對不對 我不一定要種樹 我種農木農幼 我種水果種什麼都可以嘛 是不是 而且農木用地 它也沒有限制你的高度坡度 因為它已經都 準你農木用地就是你的坡度一定夠嘛 對不對 你這樣子的話 比如說可以準寬一點 比如說你說 不要像剛剛他講說 不要一直做那麼寬 你可以準我八分一甲 我分成兩批三批來做 可以嘛 你總不能四分地 四分地我要做幾批 三甲的話 年輕人 然後 因為有點年紀了 想要回家 然後 貸款 然後買了一塊 我們的所謂的 品種用地 那我們再請設計師做 這個 前置的這些申請作業的時候 我們也聽到要做 這個檢疫水土保持 那因為我們是在山坡地旁邊 那我們也願意配合政府的法令 做這些水土保持的動作 可是在我們申請跟建築師 設計師溝通的過程當中 要做一個檢疫水土保持 可是 這個檢疫水土保持 必須要經過 技師的簽證 然後我們要付一筆 所謂的技師簽證費 那這筆 根據設計師給我們的 資訊是大概要六七萬塊 那 就我知道一樣在花東 像花東 像台東先政府 我們在做檢疫水保的這些設計圖 其實是可以自己畫 然後而且只要繳一些部分的規費就可以了 沒有所謂的 技師簽證費 那這技師簽證費 原本也沒有在我們的 預算之內 我們本來是想做這些 檢疫水土設施 的這筆錢 就因為要多了一筆技師簽證費 然後加上設計師給我們的訊息是說 這個送這個檢疫水保 要有六個月 至少六個月的時間 讓我們打退堂股了 那因為我們都一直在花東工作 生活 那所以我們就自然的跟台東先政府做比較 我想 光這個送建的時間 還有一個技師簽證費 就像剛才這個大姐講的 我們都是花東的子弟 都是農民 幾乎都是農民起家的 突然多了一筆 這麼大的費用 讓我覺得 這個縣政府是跟 技師公會有 有部分的利益收受嗎 因為這個讓我覺得 費用很多 如果你是要收 部分的手續費 或部分的規費 我們可以接受 可是跟台東先政府比較之下 相信這個成本多了很多 我想看有沒有人可以 給我比較可以詳細的回答 謝謝 檢疫水土保持申報書 不用簽證 不用簽證喔 我今天講話算喔 算數喔 法令規定不用簽證 除非您的案子有涉及到 開發 有可能是製裁室 或是建築設施 是被建管單位要求做 坡度分析的簽證 是這樣子嗎 好 你有沒有做設施 有沒有做房子 那是建管單位 不是水土保持喔 那是建管的喔 那是建築法規定的 不是水土保持規定的喔 所以可能跟你說 抱歉是 在水土保的檢疫申報書 全國都一樣 不用簽證 做我確定 有人叫你簽證的 你可能是有其他的設施 譬如說 你今天打排裝 做地毛 或是你做家境擋土牆 這種看起來很專業又危險的東西 他會叫你做簽證以外呢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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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簽證這回事 檢疫水土保持 沒有簽證這回事 所以我可以跟您說 那個 這個我可以 確定跟你說 那我很開心 你問這個問題啦 那以後這種問題 盡量問我們整個三四甲 可能整個一兩 一甲 一甲地 我還是講到 這個規定是被 整地 兩千立方公尺 給困住 如果你今天兩公頃不整地 一定會準你 你一定有挖田方 兩千立方 這是法令規定的 不是我們 不是我們 這全國都一樣 不是新北市而已 全國都一樣 你挖家田就只能兩千立方 全國都一樣 假設你今天這個地 都不整地喔 整個弄這樣 都不用整地的話 兩公頃一定準你的啊 現在是被兩千立方公尺卡住了 所以可能有點誤會 是說 你可能整地的範圍比較大 才會 沒辦法準你那麼大的面積 如果你下次 有機會我來的話 我們再來討論 你把你的個案 來跟我講 我來跟你解釋 我們花蓮縣 在全國各縣市裡面 水土保持的管理 倒數第二名 倒數第二名 是今年 今年 在這 去年 倒數第二名 就是因為我們管理的不好 其實 我再跟東外處講一下 是我們服務團的不好 我們應該來輔導大家 盡量把這個事情做好 讓大家可以進步 我們都真的不希望大家違規 以前準了 以前的事情 我們就不要再談了 現在就是法令 就是這麼的事 就在這邊 就是這樣子 如果有問題 真的來問我們 個案來問我們 我會跟你講怎麼辦 畫圖 法令規定的 也不是我規定的 但看到那個檢疫生 那些圖 也是法 國家規定的 不是我規定的 我剛才跟你提了 用手畫也可以 很簡單的 用手畫真的也可以 沒那麼難的 如果你下次願意的話 你來找我們 試看看 說不定很簡單就可以過關 好不好 那部分的話 可不可以就像 去申請 有時候除草 就像他講的 我們在破地種植物 它的草只有 土層大概不到10公分 我們用怪手撥 那這樣要申請嗎 還是用 還是按照那個 免擬居的部分有沒有 開放給公所 由公所核定 速度會更快 對不對 像 像我們說 我們一般農業 農業道 按照那個 免擬居的部分 100公尺以內 機款2.5公尺 不用申請 可是問題是 我們在開的過程裡面 就會被稽查 就說我們要重新再申請 我是這樣 覺得 浪費農民時間 浪費 浪費公務人時間 這樣不好 那如果說按照 黑土屠寶石 那個省和監督辦法 那就用民你去 農民 農民這樣做會比較快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倒覺得 水保科應該 去重新去考慮這個問題 我直接回答可以嗎 這個比較 這個可能大家 跟除草 不用怪手 對不對 你只要那個除草 就是那個舔屁股仔 可以不用申請 你不整地 對 不用申請 我直接跟你講 這可以不用申請 這是法令上有 第四條 第四條你自己看一下 不用申請 沒錯 第二個 你剛才講到園區 園內作業道 它不是施工便道喔 不是不是不是 它只是一階一階這樣做嘛 譬如說我們可能要種果樹 變成一階一階 兩米半以內 一百公尺以內 是這樣的意思嗎 園內道 不是做 不是開道嗎 不是 園內道 一定是旁邊那條車 這叫園內道 不是另外道路喔 不是另外道路喔 不是另外道 是園內的道的話 可以 可是這個跟坡路有關 因為 我可以放這個 可利用限度的農業整坡 是30%以下的 叫做移農墓地 到時候再跟農業處做討論 因為會來幫忙 我們會給大家一個明確的 我們希望大家用除草 那個中根基啦 不要用怪手啊 怪手你要去挖 還是你要去除草 其實很難判定嘛 那如果說你先都用中根基 一定可以的 來再來 我是一個合法 那個安分守法的一個鄉民 一直以來呢 這個水土保持局的這個規定 我們也一一的申請 在這個處理中 那麼時間上 一拖再拖 在我東里大里段的部分 後方是兩甲多地的這個 這個國有成租地 前方是私有地 那麼從私有地 先申請 這個整路 然後再到 才有辦法到後面的這個 國有成租地更做 全部都是農務用地 那麼呢 一直以來也就是 準我的方面 就像剛才我們前方所民眾 鄉民所講的 準一分兩分三分 就是這種的 給我們的這個面積 那麼呢 我現在希望能夠 水土保持局 不是要檢討一下 而是要兩下 真的 我們防疫院也曾經在 很多的機會上 幫我們申請 我們想要的 我們所需要的 需求的部分 結果根本一直到現在 我從左到尾申請 同樣一個問題 不只是三次 而是有五次的 那個時間 在民國107年 造成大大的傷害 一直到線 他知道 我的困難度 幫我解決這個辦法 給我這一張 這個空灶土 灶土施工 做什麼 你知道嗎 怎麼 教你們這樣告訴大家 農民都不要做 對不對 一家庭做兩分三分 我安生 我這個土地 一家庭我要來做什麼 都有一定 有一個機會 你這樣用 你這樣用兩分三分 外出來回三邊 三邊的錢 我如果做一次 外出免出錢 我做三邊 我要出三邊錢 這個錢什麼要出 政府要出嗎 我感覺 這個算是惡法 這補教 你這個全人家 我說起來 他一直想起 正人說 這個惡法 你知道嗎 我們最多補一下 他最多補 你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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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補一下 五六十年前 這裡開得更更更更 那怎麼辦 也沒有 你都為了 那頂頭的人 五百五 那個專家 就不是專家 就不知道 我們農民的健康 你知道嗎 收這個惡法 你都要準修惡法 所以你又變成家裡 抗大體肆 我們要順綁 要讓農民 那些不得到 你都沒有吃飯 你直接在這裡 都一直人貪 爸爸 我 我也不用扣這個 我幾個家庭我也不申請 做這個根本 做不一定的貪 了解 那些農民很辛苦 大家要討厭 不要說 那要怎麼扣大學士 對嗎 記得說 我剛才前校中 在說那一家 我前前 那一家 我介紹的 台北 對 房主委 他一直要 讓張先生 做他做 那十幾年都沒做 都沒收成 要看電視 是我開車 再去山頂看電視 那本來就有路 你們這個公文來 說那是好團隊的路 一家就退驚 你們知道你們這樣做不對嗎 你們有法連線的公務連連 那些 規定 你人民申請案件 你如果有什麼 所事不完整 或是說什麼 人家不夠 你在統治保護 這麼對 不是體驚 他們這是違規 你知道嗎 要做處罰 你頂頭機關 你都沒有在監督 副處長 我今天很豐監 我管我講 我一直要跟店去做 開車廟 哪有 符號 農民的責任 你叫農民 你如果要這樣做 要做什麼事 沒關係 你要配他方式 你出的不可以做 你要補 現在要補 有嗎 對不對 所以說 剛才那也是一樣 河團隊的 我給我告訴你 你就是體驗 那族早就有路了 人家是沒有路 要開新路 你不知道 要把那個 那個 那個 算說什麼 要新鮮 如果要這樣說 河團隊整條路開 大家這樣開 大家開 什麼新鮮 對嗎 亂來 我沒什麼說 很期待 使用方法會跟都市不一樣 會跟都市非常大的一個不一樣 我在鄉長任內 我曾經到立法院去 請王廷生立委幫忙 就是針對三波地保育局 這個部分 要來修法 那麼就是說像台東縣政府 我們黃新一眼長提 台東縣政府的農務用地的 它的解編 它全面解編了 但是我們花蓮縣政府 為什麼到現在 在農務用地這個區塊呢 有很大的一個農民的一個 一個很難過的 因為我們跟台東這麼近 我們會去比較 我們有台東的朋友 會告訴我們這些鄉親們 為什麼他們的可以 我們的不可以 所以呢 今天我們今天在這裡 大家都把問題說出來 那麼我們就請 我們的今天是花蓮縣政府 農業處水土保持科 不是水保局 因為想到水保局 我要在這裡再次的聲明 水保局是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花蓮分局 所以我們今天是縣政府 縣政府跟我們農民 是最息息相關 檢疫水保是向縣政府申請 在這裡 妮欄再次的一個說明 那麼剛剛兩位 那我們再一位 然後我們再請 理事長這邊 他們團隊再跟我們做回答 反而都是岩石林 在土石流 是他們是不是 他像大隻嘛 大隻現在抵冬了 他現在土淡 淡水下去 淡水都淡 他又油兩隻了 兩棟一棟有棟的 土石流你看 一棟一棟邊兩棟有棟的 有的木瓜 所以要再整個泡泡在那裡 都不會叮噹 開發這個等地 我們來做這個 你一直跟我們 哪去跟台北比 台北的是挖 他是挖到底下去 他有挖地基的 我們是沒有挖地基的 他們有蓋民宿 蓋什麼 我們沒有 我們只是種農作物而已 法令規定不是我訂的 也不是我們花蓮縣訂的 他是農委會訂的 他就是存你兩千立方 兩千立方 除非你不整訂 不整訂一假也沒關係 法令是規定 就是兩千立方 那如果說這個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 真的不是我們訂的 是水保局 如果真的有機會 我們請水保局來解釋一下 也是可以 誤解 可能覺得是兩公頃三公頃 其實我們被體積控制住 剛才講的體積是 台北市才適用 新北市適用 是全國都適用 所以不要再講 我是台北市或新北市 這法規是全國都適用 我只是因為我是新北市的人 所以對 全國都適用 那 沒有 對不起 對不起我現在講的是法規 是全國都適用 我擴大解釋嗎 還是說我們的 承辦擴大解釋 這我就不太清楚 因為法規就是寫這樣子 如果是我擴大解釋 我可以來跟你回覆 如果是承辦的部分的話 可能我們在個案來看 是 那是我們管的嗎 那是我們管的嗎 不是我們管的 對不起 好 因為那個被掏空了 然後那個稻米 二三十小沒辦法去收割 結果咧 要經過九合幾個土地 然後呢 我有請 政公所也很積極啦 請縣政府建設處 水利科 趕快過來幫忙 結果水利科 縣政委水利科 跟農業處也都有派人來 當場 那我也在現場 那他們要來之前 我就直接打個電話給 九合幾局長 我說 一定要經過你們的土地 那麻煩你請派 派員到現場 我們因為 農民馬上要收割啊 不然那些稻子會浪費掉 就很緊急 這是我前陣子 兩三個禮拜前 碰到的緊急狀況 結果 確實那一塊土地是九合幾 要九合幾 要九合幾同意 然後請 江振公所 或是水利科 然後他同意 水利科 來趕快做這個 變道的通行 要不然 他 機械怪手啦 還是說農耕機進不了 所以在那個緊急狀況 因為單位不一樣 水保幾是水保幾 你經過九合幾的土地 一定要經過九合幾同意 這樣子 沒有 迎刃而解了 然後怪手也進去了 農耕機也進去 那二三指甲的那個稻田 也已經收割好了 我碰 我記得以前 護理相公所曾經發生一件事 就是在東里那邊的河床的水田 水田 但是 這個水田已經成熟要採收了 一個颱風沒有道路 結果護理相公所怎麼做 非常有尬事 他直接新聞給九合幾 我們的農民要去採收 你等到你們來會堪 我骨子都掉光了 所以他直接發文給九合幾 淨以河背 但是保證不改變河川方向 不可以倒採殺死 直接淨以河背 那相公所就馬上顧怪手過去 根本連會堪都不用會堪 這個是一個題外話 也呼應一下潘月霞 副議長那麼關心我們農民 剛才杜代表講的意思是 我申請了農務用地 在山坡上 我途徑 必須會經過私人的土地 國有地 甚至河川局的河闖會經過 這個是現有道路 你水保局管的 我是不是要阻你這一塊土地 你怎麼可以去管我的怪手怎麼過呢 我們頭腳好咬 怪手要分解用人去你組合可以嗎 這個不是你們的業務範圍啊 怎麼可以用這個來刁難來跑去遜呢 另外那個大紀師剛才講的 他一直講說未滿兩千六萬公尺 為什麼你不講說母法就是兩公頃以下 我一直在斟酌在這個兩千六萬公尺 好你先聽我講完 你大紀師你有你的理由 我有我的看法 你先聽我講完 你再回覆 你不要一直講說 我會滿兩千六萬公尺 我一塊地兩甲地 有每一個地方去挖嗎 我申請准了之後 我的是要種南瓜 我有的原住民是要種手刀 他如果滾兩塊我就要種 不是說全部都是用生薑的角度 你怎麼可以講說 我的老百姓都開挖方兩千公尺呢 你為什麼不講說母法是兩公頃呢 堅決條件是兩公頃 兩公頃之後你核准老百姓有開挖方 超過超過另外一個法律問題 你不能把兩千公尺擋在前頭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剛剛一直說開挖方兩千公尺 你為什麼不講說法定是兩公頃以下叫做檢疫水保 你如果說好的人 強一個加八條啦 你今天去新政 觀眾給你準備三分請問你要怎麼做 三分怎麼說一定就是請求 有多少人是在請 請苦瓜 請煩賣 尤其原住民要請手刀 請煩賣賜 為什麼你一次萬兩公頃 像我一個大姐說的 該有你啊 你一甲巴 你準備三分就可以 我那天才跟水埗保持局 幾個人在那邊研究 就是說 我們剛才有一個問題 老百姓你加八條還是兩塊條 我請加九條總是可以 你加一個三分我都不能叮噹 不能叮噹這樣嘛 沒有變做林業用地嘛 變做林業用地 原住民都不要蒸 一塊條一年也補足三萬 不然你說不是原住民的補充 我們都都是農無用地 不然政府便宜上 按照師傅說 一家的補助多少 你不要做也沒關係 要考慮到老百姓 在最基層那個工作的辛苦 對老百姓的法令都要擴大 不要去緊縮 但是擴大 但是不能違法 你總是不能說 兩公頃 我請我要叫你我兩家半 無理 老百姓他們都要主動 就是你請一個教教 我這筆土地三十教 我也請教教 我教教完 我可能會換你港島嘛 我要講的就是這個 所以基層也感謝你 那年來聽聽我的心聲 所以都應該是以兩甲地為基礎 兩甲地為基礎 它就開挖方 萬一超過 我們當然要去跟它制止 對嗎 有的就是沒它那 它開挖也不是說 開挖到一兩米深 有的甚至淺塵二十公分 臉上就剛才做樓堆 所以這個部門 你來推動我這個老百姓 謝謝大家 謝謝 兩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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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做一個三分 四分 村子 是我們警察都這麼多 要申請到幾年 那多 才申請到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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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本來你們就是幾年 兩甲地 一個申請到幾年 我們要申請幾年 對不對 這番我主要要求 就是 你不管你做樓堆 一甲地 兩甲地 你們全四分 全四分 我們申請 報完工 然後繼續申請 不要說放到幾年 才會申請 應該是通案大家遇到的問題 他整片種苦茶油 他整片種南瓜圓 他整片種生薑 或是花生 或是樹豆 那可是 他兩公頃以內 手法來申請 不抵觸母法 那是不是可以讓他能夠 就是比如說他申請 1.8公頃 那你準他三分地 那你們是希望他分幾次來做嗎 那可不可以 你1.8公頃 可能就要分六次 那你第一次三分地整好 那你們要會堪嘛 會堪他還要再申請第二次嘛 那是不是 你們可以讓他有一個簡便性 農民你叫他畫六次圖 通報你會堪 你剛剛有一個 他自己的新生啊 他已經請了三年了 多可憐啊 等不到第二次的申請同意 所以說 是不是 請 那個 梁記事 待會是不是 你可以 跟我們解釋一下 是不是能夠怎麼樣協助民眾 讓他1.8公頃 可以 分六次 怎樣縮短時間 怎樣 簡便的門檻 怎樣可以讓他 讓他 來遵從的一個 規則 是不是請 梁記事 是不是有辦法來解這個 全部的套 我知道啦 兩千立方 挖田方的部分 我們也不要抵觸他 我們不要為難公務人員 但是 這個申請的流程要簡便 門檻要鬆 比如說用報備的方式 還是 我的意思是說 1.8公頃 他全部都要整地整完 可是 他只准他三分地 那有什麼方式 不違法 也不抵觸母法 兩千立方 的公尺 挖田方 那是不是有辦法 他三分地挖好 你多少時間內 你要會看完 你這個時間 要讓他能夠 同意他 1.8公尺 分幾次來申請 我的意思是說 你怎麼配合人會看 配合人家申請第二次 配合人家第二次申請 他就照第一次 一模一樣的 簡易水土的設計書送 那 你如何讓他 你看那個 剛剛有一個 第一次申請完 第二次申請沒有下文 那 那我是不是 梁記事 這怎麼樣子幫忙農民 教他們一下 怎麼樣的一個方法 好不好 謝謝 教背 我一定教背中開的 齁 齁 所以這個部分齁 林議員講的是在 不得不的狀況下 不得不的狀況下 但是在核準的這個面積的部分 我希望縣政府能夠 來解釋這個法令 至於有開挖方的問題 就像我說 種手刀 種煩賣 基本沒有開挖方的問題 齁 所以這個部分 有時候是因為 冬草 兩三人肝 我必須要用重機械 齁 有很多是沒有開挖方的 所以我們回歸到母法寺 兩公頃 謝謝 女兒 你們不愛 你們把它封掉 不改變以外的 普通 那是兩公頃 現在是說 尤其說 你如果要種種果樹 一坑一坑 那不要緊 那都 甚至都 那都免你去的 那種 但你如果種著生薑 大家要知道生薑有一個 效果 是說 生薑你如果種過的都知道 你把 你把它採除後 那一坑 起碼三四檔 沒有東西出來 生薑都發不出來 那一場 那個大面積的陸落 你們可以說 這 這 如果十檔都沒有事情 那 一斤 萬人說萬利 就是這樣 你如果一個大火爐 你把你的土地 自己的土地 你老一百人的土地 照相知 那不是說法治而已 那是刑法 這 因為 這牽涉太多 好啦 今天時間有煩 如果說 你們鄉親有需要 我們進一步 開始 我認了 跟安排是說 我們再來一座都沒關係 我給它詳細的法 給它報告 給它了解一下 一種 簡單的好處 對 我說原住民三萬 一年不住三萬 那我只有 就照書跟什麼 一萬多 這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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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人家 都會歡迎跟我們管護 好 所以我們 基於這一點我們要提醒 公部門就是有告知的義務 要合遵後面的東西 沒關係 一定要合遵 對頭保持做得好 農地開發 才會永續發展 所以 經過人的土地 地主要動用 那 後面我們會來思考 合遵這個水保 地主 這個部分 我也會來立公文提醒 每一筆地 我們都走進去 有經過了 所以 這個出口 只有一條路 我們就跟地主說 這是我們的義務 這個部分 我跟我們 我們 有代表 自己回應 自己報告 另外 我們的規範 這個規範 在適用法令上面 我們 義務科 我們會來去跟水保局再來討論 我們鄉親的想法 我們聽到了 我們的義務 就是參與中央來討論 說到另外 是法律是頂給我們做的 不是頂來跟我們大家鄉親 規定的 這是我跟你們報告 所以 我們是說不另外 國家的法論 就是叫我們守法 不是叫 叫我們鄉親 來這裡遵守國家法律 因為這個法律是大家頂的 這要順受 是我們要順受 在這個環節以下 我們有問題 地方有問題 就是跟中央歡迎 對不對 對 如果說沒有跟中央歡迎 讓這個法律繼續執行下去 就像我們鄉親母 鄉代表說的 惡法 是不是惡法 中央認定 但是 地方 要做到一項事情 第二個 法律一定要宣傳 因為 這是保護我們在地 每次鄉親生命財產安全 隨托保持做得好 農地才有發展 才能夠永續發展 今天 關乎 在這個環節下 邀請我們 新北市 追託保持利 因為 我們要把 全台灣最好的技術請來 我們法蓮 為我們 法蓮鄉親 服務 這就是我們這次 成立花蓮縣水土保持福產的 一個最大的意義 未來 每個月第三禮拜 星期三 再一下 10點才會補五點 都會跟我們南區 中區和北區 都有水土保持的技術 來為我們鄉親服務 希望我們鄉親對這個水土保持有問題 提出來 由我們技師解答 由我們的行政團隊 無效率的地方 我們會跟中央反應 希望說 在這個場合上 我真的也要 謝謝我們黃玲南 黃議員 我們容易出水保科 可以來向鄉親服務 服務鄉親 來做好我們該做的事情 來併眾 才是我們地方的福祉 以上 解這個門檻 讓他們有一個 也不是說 我們也感謝我們潘副議長 感謝我們黃玲南議員 林業副議員 那針對今天的一個會議 那各位鄉親 我剛才聽到 就是 大家應該就是在這個法規上面 這個執行面積的一個認定的爭執 那我們農民朋友也強力的找到 就是在耕種的時候呢 我們要體諒到農民朋友在整個經營上面 怎麼樣盡量去降低你們的成本 這我們都會聽到 那未來我們就會像我們這個議員所跟我們提示的 我們會在法規的這個規範之下 我們未來來演你這個自治條例 看這個 這個中央的法規兩公頃 到底這兩公頃是政府現在在做的 或者是我們民眾講的 是就整筆的兩公頃 這個兩千立方公尺到底怎麼樣 因為這個就是像我們科長講的 法規是中央定的 我們地方政府只是一個實行單位 但是我們也不能夠 將我們農民的訴求給他放棄掉 那未來的話我們會針對法規 還有我們來演你自治條例 我們會邀請我們議會的議員來做監督 也會邀請我們這個 隨時保持的專家學者 一統來研究 那當然也會我們地方代表會 一統邀請來參與 那讓這個法規 中央定的不相信的法規 我們也會建議他來上官 讓我們農民朋友實際在這個從事這個 做農地開發的時候 能夠符合你們的需求 不要因為法規的制定 造成我們的成本的增加 這樣好不好 一鋪兩次還是一次組織 對啊 所以我剛才 你要知道我的怪手上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我剛才有 兩千他的問題 總量 所以他先准你三分地 申請一樣的地號 他第二塊 他是不是用報備的方式 你懂我意思嗎 我現在是跟他們在溝通 是不是機具先不用下來 你整完了 你就通知他 請他來驗收 那你 差不多看是一個月內 他沒來驗收 你就馬上 那你一個月內 我怪手一天請人家 一天一萬五 一天一萬五要給人家 我現在也是 沒關係 我跟祭司跟農業處這邊溝通 怎樣來幫忙農民 好不好 我知道 跟各位 道告的是說 今天我們 了解 很刁民 你刁民 我們這樣 沒有啊 不敢 今天我們 做違法的事情 不會啦 不會啦 是了解 不好意思 耽誤大家用餐的時間了 那今天因為 林染就 今天這個 專案 林染做一個結論 那如果後續 我們的鄉親 因為在這裡 我們鎮公所 一里鎮公所 葉科長 農業科的科長在這邊 還有 護理箱公所 邱科長在這邊 他們是在 我們所有的鄉親 他們是第一時間 接觸到農民的一個陳情 是他們 所以科長 兩位科長 有沒有什麼 農民你們碰到的問題 給你們各三分鐘 可以嗎 好不好 請你們 因為他們是最直接 然後我們再來做一個結論這樣 好嗎 簡單敘述我們農民 他們的正解點在哪裡 正解點在於說 他們的怪手進入 其實只是要除草 除草 那既然中根基 他一樣也是挖除 只是拋除那 那是不是政府 可以放寬認定 怪手去清除雜木 他不算是整地 不算挖 因為他的功用 就跟那個中根基一樣 是在鬆土 是把那個雜草去除而已 中根基也是啊 因為他也是往下挖 只是 他把草一樣是打碎在裡面 所以 這樣就會造成說 可能 我們縣府認定說 他有挖田方的問題 但是 在我們的農民的認知上 他沒有挖走任何東西 他只是把東西挖起來 清除放在那邊 所以這個部分 我相信這是很大的認知上的問題 就是說 可能幾位相親所言 其實在於填寫申報書開始 我們就遇到很大的困難 我們的困難是因為 其實我們都是務農的相親 所以這些文件對他們來說 還有這些法令對他們來說 非常的困難 那文件的填寫 大部分都是我們的同仁喔 來協助提供範本 然後可能甚至於畫圖 都是由我們公所的同仁來畫 所以這個圖的畫法是不是正確 坦白說我們也不知道 用紅筆 綠筆 藍筆 幫大家把圖畫起來 就成如剛剛我們的祭司團隊說的 畫圖很簡單 一點都不簡單 我們能夠理解鄉親的痛苦 那還有就是鄉親比較期待的 真的是 兩公頃這一塊 可不可以 因為他們真的也是只是覺得說 他們就是要 上去背背而已 就是把樹頭啦樹根啦樹草 就是稍微波動一下 他們只是這麼 他們覺得是這樣的一個作為 當然我們水保法 有水保法的需求 真正的是要保護大家居民安全 那當然在這一塊 我們的鄉親其實還是很配合的 他們願意 願意來配合水保法來做申請喔 只是說希望 縣府還有我們的團隊 未來在1月1號之後 開始能夠 下鄉來輔導我們 是我們得到最大的收穫 那也希望 未來在畫圖啊 填寫申報書這一塊 希望我們的團隊 也能夠給我們 鄉親比較多的協助 那以上報 來做一個結論 那麼在 就是剛剛我們的 縣政府 我們廖科長 今天我們 我剛 一開始我就說了 我們的農民 會非常理性啦 那可能 我知道 在這整個這一年以來 廖科長 也有受到很多的一個委屈 你也有被誤解 那但是呢 我們今天 都不是針對某個人 我們只是針對 所有南區的農民碰到的問題 我們想要來解決 那麼也想要 幫農民 幫縣府 就是農民對縣府的 誤會的這個部分 我們借這個專案的一個會議 大家面對面 所以在這裡呢 剛剛這個檢疫水保的這個部分 可能時間兩個小時 也沒有辦法很清楚的 告訴就是讓農民們 能夠了解 那但是呢 剛剛我們 梁理事長 他有提到的這個部分 農民自己畫也可以 那麼水保團隊呢 花蓮縣政府的農業處水保團隊 在明年1月1號 開始 每個月都會下來 會有一天的時間在這裡服務 所以我希望 剛剛邱科長也說了 副體鄉公所 他也說了 他們在這個畫圖的部分 都他們在協助農民 那麼剛剛 梁理事長說 之前的電腦畫圖 那些我們真的都不會 我們都不會 那麼最簡單 明白的方法 自己畫 那在這邊 我要要求 縣政府農業處 跟我們水保團隊 找個時間 花蓮縣的每個鄉鎮公所 鄉鎮市公所 尤其我們南區非常需要 那既然鄉鎮公所的農業客 都願意幫忙農民 他們會幫農民去畫 那麼是不是找個時間 跟鄉鎮公所的相關的承辦人員 來跟他們指導 不用讓農民 這個請副處長回去跟 副處長報告一下 這個我覺得這個是 是在必行的 我們趕快 今天會議之後 你們趕快明年開始 1月1號之後 先找時間 先來讓我們南區 我們從南區開始做 因為我們這個專案 檢疫水保的專案 也是從南區開始 那讓農民們有感 那麼鄉鎮公所呢 他們承辦的單位 也可以很快速的 幫農民第一時間 畫圖的部分 我們就來解決了 對不對 那這個簡單明白 是政府 希望農民也能做到的 那縣政府 你們也可以節省時間 在審查的方面 那麼再來第二個 理事長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申請檢疫水保 30天到40天一定會準下來 一定會準下來 所以呢這個承諾 是我們理事長 縣政府這邊有說了 絕對不會有為難民眾的這個部分 所以呢這也是要請鄉鎮公所 再次的協助 如果超過了這時間 那就是縣政府沒有說到做到 這個可能也要拜託你們 幫農民再催促一下 然後或者給我們了解說 這個案件是為什麼會 兩個月三個月 因為我聽到的是這個樣子 時間都有點冗長 那再來呢 這個 剛剛我們很多農民都提到 我們就是兩公頃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希望 因為我們南區真的是引農 引農 都是引農 沒有證書 沒有人好吃 農民很可憐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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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請你們 我們請你們體諒 水保團隊體諒 我們農民是最直接 他們的反應是最直接的 所以今天 可能有些農民他們 他們講到一個就是 他們的一個痛啊 所以他們會 比較有一個情緒會比較激動一點 也請你們能夠體諒這個部分 還有齁 就是最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 在申請這個 我們都是農牧用地 去申請檢疫水保 那麼希望 不要讓我們聽到說 你這個要做坡度分析 我們農民都告訴我們 縣政府告訴他們說 坡度太陡 請問各位 坡度太陡 中央政府的准移 他是農牧用地了 為什麼你們去現場看 還告訴農民 他坡度太陡 叫他做坡度分析 我覺得這個 這個真的是 說不過去啦 這個部分呢 我希望 縣政府 針對這個問題 要好好的 討論一下 你們的問題是出在哪裡 怎麼會有農民 農民對這個區塊 他們反應非常的一個大 那再來呢 這個希望 花蓮縣政府 對這個 檢疫水保的自治條例 趕快來訂訂 就是花蓮縣政府 因為我們花蓮 農民地都是 三波地保育區 花蓮縣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這個部分呢 我們議員呢 我們都很樂意 來促成這個 自治條例的這一個部分 所以 希望 縣政府 今天回去之後 我們專案回去之後 你們可以趕快來 制定這個 檢疫水保的自治條例 好 那在這裡呢 就針對今天的專案 林蘭就做這樣的一個 結論 謝謝我們今天所有的鄉親 所以謝謝